好 那來玩這一款吧 好像這個月剛出這款小品的遊戲 叫做這個 我的傷害 這個可以互動一下 名字叫我的傷害七萬億的那一天 他有點像是之前玩過的小丑牌吧 就是在玩那個 然後組一個順序 然後會打出一個傷害加成 不過他是加了一個 職業的特性 就是多了還有一個職業的組合 這樣 好 直接開始吧 你好啊 勇者 他說他是引導者 然後意思是說 一個冒險要挑戰十個關卡 每一關要分三層 那先來打你第一個對手吧 聽說這是你的勇者牌 這樣 右上角是他的職業 然後有分這個戰士坦克刺客法師跟射手 還有下面的這個等級 就是等級越高他就越強 但也要考慮你的組合 這樣 他就是你的生命值跟魔法值 生命值為0的話 遊戲就結束了 魔法值為0的話 無法替換勇者 然後你可以這邊點擊看一下他的牌序 就是他有 什麼都沒有是孤狼 然後如果同職業的話 他們會有傷害的提升 或者是相同等級的勇者 或者是這個 兩種形式變成叫雙子 還有三種相同等級的勇者 或者是五個等級不同的勇者 或者是 他的等級是有個順序的 那不然就是同一個 全部都五個都是同一個勇者 反正他有很多的組合 最強的是這個 你五個又相同 然後又有同一個等級 這是最強的 那加成最高這樣 然後上面就是你的傷害訊息 攻擊加你的暴擊這樣 就倍率 然後等於最終的傷害 那就是說你現在可以選五個參戰 那現在的話 他給我的這個 插柱裡面 插一個8 可以直接把這個提換掉 他不給我提換 好像沒有什麼好湊的 那就是這樣 可以湊個 兩個職業 其實他有三個 那先這樣好了 這樣就是對子 應該是吧 好像不是 然後他意思是說 你現在也可以替換這樣 就是你發現什麼都沒有適合的 你可以把它換掉 那我可以用戰士五個 炎之星 這樣就那個倍率的加成 然後有就一次把它秒掉 然後勝利之後就會計算你 剩餘的生命獎勵 然後給你錢 這樣 然後打完就會進這個 所謂的酒館 然後當然戰勝之後還有一些 強化的選擇 例如說增加爆擊率 就是解算的時候 那就是說他遊戲有200件的裝備 但最後只能五件這樣 所以適合選擇你的裝備這樣 然後就是他什麼強化的卷軸 就是把你的組合的效果提升這樣 這樣 因為他組的太多 那強化可能也不一定會剛好強化你想用的這樣 然後出來有什麼魔法書跟奇蹟卡 之後會遇到 然後消道具只能帶兩個 然後彩蛋有點像就是 轉蛋吧 也許會打開之後獲得一些額外的獎勵這樣 意思是說你可以買看看 那大部分都是提升的 轉蛋也是三選一喔 這樣好像有點虧喔 大概就這樣吧 那意思是說你可以跳過敵人 然後跳過之後會直接拿獎勵 就是譬如說這個 每次出戰獲得金幣會增加這樣 但是跳過之後就會沒辦法獲得殺敵獎勵這樣 也無法進行商店 就是你要自己選擇 然後接下來就是 三關的最後一關就是BOSS 那意思是說他會有一些詛咒效果 比如說法師卡 這一關打他就沒有效果 我好像沒有法師吧 雖然沒有影響 他等級好像是到1到10 然後後面就是UR跟S吧 這個好像沒什麼好組合的 把這個換掉 做個5戰4組 那這樣他們就有那個加成了 一刀把他秒掉這樣 然後復關之後他可以選擇 比如說永遠增加手牌 或是商店的價格降低這樣 增加手牌 他就永久改變了 可以負債20 意思是說如果你有炎之心的話 幫我給予增加 然後這個 然後還可以加你的所謂的卡 就是你的角色隊伍 就是 好像不能看自己的 卡到底還剩多少 就是你的勇者如果都全死了 就代表或是你的生命沒了 就可能就結束這樣 魔法卡 他意思是說你可以讓下面的牌組去 附加他的能力這樣 比如說額外爆擊 或是可以四位全職這樣 這個其實跟小丑卡 小丑牌的遊戲設定很像這樣 附魔破壞 加額外30的攻擊 然後當然是攻擊越高越好 兩張 應該是不會真的破壞吧 是蠻疑惑的 然後 下一個商店都免費 直接打吧 就是剛剛那個額外的破壞 所以這樣就可以跟他的組 像我這樣卡 你可以先考慮就是五種不同的職業組合 這樣 就是不考慮下面 所以我還差一個法式 那就這樣吧 雲狼 那就會 這是最簡單的算法 結果他竟然沒死 然後他們被打死之後就 他意思是說這些卡就不能再用了 這樣又可以 群狼 群狼 他正式吧 這樣 就是最好組吧 因為他不需要管他的等級 只要你配合職業就好 當然是一回秒殺 是最快的 勇者 OK安安 強化券和強化彩蛋 在商店都是免費的 他現在就變免費了 應該要看你喜歡用什麼吧 我應該搞炎之星好了 因為這個感覺是殺手劍 雙倍選一 他意思是說你的牌組如果 少於6、10、50 每一出一個的話 你的暴擊率增加 好像還好 先不用選 先看一下我的牌組到底在哪 對阿 我的牌組到底從哪裡看 對嗎 那一樣應該是依照那個 12、13、15、6、7、8、9、4 所以他11就有S 然後12就有S 然後13就是UR 這樣 還有他的職業分布 然後 SUR這個法 這個看起來有點 比較 需要想一下 好像他用對子吧 就這樣吧 我有想法 這樣 這樣有效果嗎 好像也是雙子 3 差不多 算了 就這樣吧 這樣攻擊力還比較高一點 因為我有個UR還可以加30 這樣 然後就被戳爛了 當然也可以換了 看一下喔 我覺得要替換一下喔 把那個 我們法師比較 比較多嘛 那就全換好了 他最多只能換武藏 結果好像也沒換多好 欸4個E欸 4個E就是 鐵枝的意思 這樣也行 但他們的基礎加成就比較低了 勉強打得動 然後這個就順子的概念 他叫五重兆 但是 最好就是順子再加不同職業 理想是這樣 你看 道具插槽多一個 道具插槽是指這一個吧 一代背包 然後可以將其他勇者轉為這個 法師喔 這是什麼 應該是 有一個射手 看要走哪一個流派 我覺得是早也要那個決定 好像沒錢 算了 然後 他一直說這個boss不能出現重複的組合 那我先用這個吧 五個同類型的 這個應該是戰士的組合 所以代表用過之後就不可以再用他了 那是一刀秒了 他如果湊到一個比較強的組合 那個畫面就當然也會不一樣這樣 對啊他就消抽卡的翻版 只是他都有這個職業的組合這樣 嗯 永久生命加一個 這個 增加就是你可以玩的次數 那對敵人造成用者其術者提升 他一直說 這個就是打 攻擊的 傷害會有一半留下來給這一件裝備 然後再給下一次戰鬥的人 爆炭 然後他那買一下 還有一個加爆擊的 然後有彩蛋 狼王 炎心五重咒 就是 應該是 忘了這是啥 反正就是 你只要辦法搞到就很強 呃名稱實在太多 我看看喔 這個喔 有可以這樣子 因為兩個 這就是 葫蘆啦 惡葫蘆 欸不是嗎 應該是吧 看看喔 金字塔 對啦三角力量跟一個對子 什麼名稱 真是有些尷尬 然後 是 有啦 這樣吧 順子 這傷害的感覺比較偏弱 他雖然用 他比較感覺 他的組合雖然有兩類啦 但他比較偏向的職業類可能 戰比也大 189 有 再一個死 然後一個法 欸一個 一個 一個戰士吧 所以我洗看看好了 哇 看來還是沒辦法 那就這樣吧 可惜了 找一個 戰士 所以只能用其他的來替代 不過傷害也是夠的 簡單 不過他的男都是男帶的後面 前面就是比較依靈 那因為裝備卡我已經滿 所以 友情戒指 喔這個不錯欸 可以直接加132攻擊力 可以 他雖然這個強化彩券是免費的 算了 還是以攻擊力為主 然後魔法卡 就是幫忙強化 出戰時獲得一金幣 這個給 這種比較低的卡 好 可以選兩張 金 他還說要白銀的 也就是說卡牌也有分 嗯 鍍金效果的裝備出售 不過我現在沒錢 所以 也沒辦法買 欸 剛好可以 喔 這是 這個 這個剛好都是13欸 所以感覺可以湊一下 我看能不能湊一個比較好一點的 我想湊一個 阿不對 應該把 這個換掉 欸 欸 欸 還是差一點 再換一下 好啦 想湊都湊不到了 這樣好了 金字塔 這個好像沒有比較強 因為我剛好差一個刺客 這樣欸 這樣比較好 又可以差一個職業了 那是湊不到 三千 那敵人就現在越來越誇張 他一個法師 雲狼 這保底就是 最簡單的攻擊 兩千七 一千七 其實我傷害並不搞 但靠裝備的方式去疊出那個 基本攻擊 不過前期的 先這樣 後期就得靠那個 像這種強化卷吧 去 或者是強化單張的方式 還是研之心好了 先 繼續強化 然後這個是選勇者卡 好 卡月多代表你想要湊到組合月底 召喚勇者的石 有機率詛咒勇者 就是不能用吧 然後因為這個boss已經有六千四的 血量 我的想法是 就是 我先他們替換兩張 然後看一下結果 12 3 有了 五重咒 就是 就是 九十 十一色 順子加這個 三個職業 再加那個兩個法師 我現在沒有比較痛 這個好像沒有組合 就單純是順子的組合 然後這個被詛咒就是他 他就是不會有發動他的效果 那個簡稱詛咒 不過我現在有五個刺客 研製性 我一直強化這個 我覺得職業比較好 就是出現同職業 那個傷害就九千 那整個畫面都在著火 他這邊是指說 就是一些特殊的卡的出現頻率 然後或者是他的商店價格降低 我想先不加卡方式 先體驗一下這個難度 所以先選商店價格降低 因為一旦扯到那個卡卡的改變 就有點複雜 先簡單 試看看就好 他這個是指說 如果你場上有個偶數的勇者 他就會加攻擊 然後他就不包含這個 12 這樣 魔法卡 先幫他附魔 這個幸運也不錯 可以賺錢又加傷害 我想一想 這個好了 奧吉加金筆 他這個也同時在附魔嗎 還是會覆蓋過去 測試看看 他果然是覆蓋過去 所以他不能那個 不能在一張卡同時附加這個一樣的效果 哇那我剛剛那個加30攻擊力的好像也比較好耶 但暴擊也是 如果想強的話其實要撐暴擊 因為 攻擊是基底 暴擊是懲罰 所以 因為懲越多越好 應該是這樣吧 然後我有法師 現在已經有四張了 喔還12345耶 炎星五重咒 最強的 叮 欸 啊其實也沒有什麼 其實如果以大二來講 就是 這有那個 塔牌來講 其實他所謂的職業就是所謂的滑射 某種意義來說應該這樣 嗯 不然想到了 嘿楊安 每一點魔法值可以轉為攻擊力 就是這個 我有三點 喔強化了 好 雲狼 這個也最常用 就是湊職業就好 那先存錢吧 金 怪 如果沒猜錯 如果沒猜錯 他裡面應該有一個裝備 是跟金錢有關的 我之前有講過金錢理論 就是這種類型一定會有一件 裝備跟金錢有關 那金錢代表提升傷害 所以錢也可以稍微留一下 哪一天抽到的時候 說不定就起飛 金錢論點 然後 還差一個戰士 就是群狼 最簡單 不想像 群狼戰術 然後 傷害不要小看他 也是有一定的水準 喔 我看看喔 群狼 還差某一個啊 有了 這個 繼續群狼 三個群狼就可以吃掉敵人 不過沒有著火就騙弱了 這樣吧 簡單的輸出 因為他的音效有點大小聲 我只能取中間 所以他的那個加成的聲音 比較有騙小聲的 那結算超大聲 這就是所謂的鍍金 就是 就是富有其他的效果 像他說 只上場一個勇者 他就會攻擊加50 就是我只出一張這樣 單隻 有一種就是 我就一張定勝負這樣 魔法書喔 對吧 魔法書應該是那個 到時候可以用 現在就可以用 直接選擇富家 所以還可以拿來賣錢 25%的機率將 他也是說你可以選上面想要的 然後給他度假 這個所謂的 像閃光這種 有富家能力的東西 不過他是失敗了 所以就算了 我看一下喔 選擇轉職為刺客 我現在開始改變類型 還是先不要 先老師玩 然後他這個增加爆擊 對啊那邊衝撞失敗 先選高等卡 那這樣的話就有額外的爆擊 然後因為這是一個超級彩蛋 就是你可以再多選一次這樣 波底卡 移除就是把這張卡 整個在你的牌組移除這樣 那是有機率的這樣 他的血法是他死亡死 只要不死完就不會觸發這樣 孤蘭提升 雲蘭提升 那都不錯 然後繼續買 黑鐵 他說這個不出的話 他的爆擊率是1.5倍這樣 可以選了 就 他是找一張嗎 就是除了上場之外 被動也有那個組合這樣 所以我刺客陷入了詛咒狀態 就是刺客在這一場不能用 所以 他其實還是可以用 只是他的傷害沒有加成到 就是你也開始拿來詛咒 我想一下喔 我看不到他那個UR 應該是13吧 這邊還差一個法師 就湊成一對了 所以可以這樣嗎 先移除替換 法師還沒出來 那我換另外一個喔 再來移一次好了 但我運氣沒有到很好欸 那就用鐵字的概念好了 鐵字 去吧 我換到替換喔 糟了 再沒機會了 增加自己的難度 增加自己的難度 那就變成他死掉沒有攻擊 那接下來就沒有替換的話 就憑運氣戰鬥了 讓我瞧瞧 這又是 我想一下喔 這個沒有 群狼 可以把他換比較 然後傷害比較偏高的 嗯...這樣吧 雖然有一隻會死掉 雖然沒有能力 不過加成還是夠強 嗯... 呃... 喔 再來 但他湊牌比較單純 只要看職業 都要用職業為主 道具插槽 歷息上限 歷息 所以歷息就是你過關之後的那個 算通關獎勵吧 還是...啊... 他歷息有可能是那個 你的錢越多 生的也越多吧 我猜 如果手牌都是勇者的職業或戰士 這是把你的卡全轉掉 變成之後這兩種類型的話 他會直接加200攻擊力 遺跡卡 看一下 他是複製的 還有金色祝福 就是只要他出戰就加錢 這邊選好了 使用 錢 然後... 繼續前進吧 那血越越多 免費強化的彩蛋 好啊 跳過吧 雖然是要看一個 他有閃光裝備 喔 跳過 就直接打BOSS 其實...你只要趕的話 就可以這樣子玩 現在好像缺一個... 這樣好了 群狼 然後這場是攻守沒辦法 然後這場是攻守沒辦法 好像... 哇 好像沒攻守 五重咒的傷害有點偏低 那不如幫他湊一個... 那個什麼 幫他湊一個... 幫他湊一個... 攻守 那就可以換掉 真的是... 真的是... 運氣不太好 再... 先替換 好啦... 看來真的是... 運氣太... 糟糕了 那只能上... 這有傷害嗎? 應該是有吧 呵... 基本的加成 應該還是有一些傷害 然後... 我現在有3條命 就是...才有3次的機會 345 BOSS... 我湊那個什麼... 群狼好了 看一下喔... 這缺了哪一個啊 缺了那個... 但是... 坦克吧 全換齁 增加他的機率 有了 有了 什麼都不懂 就湊群狼就對了 喔這個就對了 恩...再一個攻守 出擊 1... 不過到時候裝備還是要越來越強 因為... 裝備其實在這場... 這個... 遊戲中扮演的很高的那個... 喔... 增加插槽 就是很大的份量這樣 那裝備越強 其實加成就越... 然後因為剛剛我跳過那個選擇 戰鬥嘛 所以我有一些獎勵可以拿 選群狼 然後... 喔... 因為是兩隻 超級 可以再選一個 金字塔... 應該是... 俘魯吧 五重咒 我的五重咒是啥啊 喔... 順子喔 用這個吧 然後還有一個... 剛剛那個什麼 說那個... 那個叫什麼 那個閃光裝備 這個是說你每上傳一個刺客 他可以加4暴擊 閃光的話就是再加50這樣 其實沒有到很好啊 我覺得 因為他不夠變態這樣 只有變態才會... 變態的裝備才有辦法 讓你打起來比較強 低速勇者暴擊力加4 這比這個單純的刺客 來得強這樣 這個是要剛好7的時候暴擊率加20 喔...他這個是... 會摧毀那右邊的裝備 把他吸收過來 這是一個... 很賭注的玩法 就是吸收 真的很強 可是很混亂 所以不選 把那個什麼... 那個... 暴擊的皮護手 換成這個... 光明匕首吧 喔...還可以再選一件喔 喔... 放鎚的話就是5場之後 他就會變0暴擊 說不定還會繼續扣下去 所以... 那就不用了吧 放鎚 再抽 又是一個轉化 好像就沒有用 等一下應該傷害會變很高吧 彩旋特效 我不知道他閃... 有點忘了這個... 這種... 名字的... 很... 前後關係吧 彩旋比那個... 閃光的還高階 喔...他跳過好了 免費超級勇者 先不考慮勇者的類型 這個就跳過了 剛好... 巡狼... 試試我的... 新裝備 傷害結算 最終攻擊 沒有換個裝備 我的傷害就不一樣 金色祝福 好...這樣吧 這個能力是啥 坦克而已 輕鬆打 還是殺不掉喔 誇張 血量... 征服得很猛 他的那個... 越後面越難了 我現在... 就算要... 固定輸出一萬 才有辦法... 這個... 打贏他 叮 好像剛剛有個獎勵可以拿吧 就這個吧 他這個... 這個算法有點不一樣喔 他這個是爆擊率 這個是有辦法再乘1.5倍 這通常會再更強 代價就是他會減少 就是他的... 就是再乘一個倍率啦 所以這個很猛 成的比加的還強 大概這樣擠就最快 所以... 這個鐵護手把它換掉 等一下...那個傷害... 應該會起飛這樣 我看看... 合尾...同品 同品...四星 合尾好了 然後... 幫他信一下喔 然後... 這個是... 選一個信用的 這個也可以用 這個要... 為什麼他現在沒辦法用 是因為他要在當你選牌的時候才能進行這樣 這個... 然後... 炎之杖喔 使用魔法卡會加1爆擊 這個可以... 這個可以把這種戒指換掉 然後換這種... 慢慢疊加上去的效果 那要培養 烏狼卷軸 這個可以先使用 然後... 手牌增加但生命值減少 不要 欸... 每出戰一個勇者也就會扣錢 等一下錢... 早知道了就把我的錢換掉了 該死... 等一下... 正劍沒錢 等一下會變0塊 全部都是沒辦法 遇到也直接... 硬打了 先把... 這個... T換掉了 我剛好像把一個多餘的給換掉 這次... 笑死 這次不能再換掉 喔有了 我要用... 一樣孤狼戰術吧 然後... 選那個... 欸... 這缺哪一隻啊 我想一下喔 喔...知道了 群狼 然後因為我出5隻 所以我瞬間減快 所以我只要三... 第三回合 我就會瞬間沒錢 這樣 然後剛剛那個... 說那個成倍率的 就是剛剛那樣 還有... 剛剛那個不是最後一個 22.5倍嗎 因為他後來再成了一下下這樣 不過那倍率還不算高 只能算是... 普通吧 這樣還差一個... 角色 等一下喔... 這個...先T換掉了 有了... 法師 那我要想辦法賺錢啊 現在他扣了我錢 我得想辦法回錢這樣 他扣了我 我就想辦法賺錢 應該... 34.5倍這樣 可惡 還殺不死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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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扣錢了 我想一下 那就這樣吧 應該可以殺死他吧 可以啊 因為我技術加成 夠 其實出一張也...應該就可以了 恩... 他這個是指說... 因為你平常最常用的類型 他喬到採拳會盡量出 所以選這個 因為這個絕對有幫助 像我巡狼最常用 所以他會出現的頻率會稍微高 但不代表就是一定會出現這樣 然後... 這時候應該就可以用了 沒有... 可以選牌的時候 這個時候這個就可以用了 所以要... 這個時候才能啟用他 先選他 發附魔 那我上面不是有說那個 沒使用一張魔法卡 直接會加暴擊 所以這時候就要開始培養 其實這如果早點拿到的話 他的效果是最好的 選擇一名勇者加攻擊 然後... 初戰時加1金幣 這個吧 那... 豪賭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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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捲走 群狼 應該出現了 就這個吧 所以常用的 然後... 紅瓶喔 算了 沒有常用的不一定要... 就是... 逼迫自己去那個選擇 免費的超級彩蛋 好啊 然後... 每勝於魔法獲得金幣 他把你計算了耶 本次冒險沒剩... 喔他說的本次冒險 是指從一開始到現在 應該是 這個喔 還好跳過 玩家生命值剩為1 好... 這個可以直接結束啦 既然是遇到這種 那只能說很不幸啊 這是... 必死如已 要殺死他喔 要有一點技巧 那如果湊不到就不用玩了 好啊 既然他玩這個的話 只能這樣 只能說遇到... 他應該是有別的類型 也許是固定 但是因為遇到就... 真的... 也只能認了 你只能拚看看湊出你的 最強大的攻擊 這樣 喔 可以換 我還剩4次魔法 但是這個運氣有點不太佳 怎麼都是... 哇 完蛋了 這是什麼鳥牌啊 欸 好像還差一點 11喔 你就賭看看吧 法師 欸 不是法師欸 我缺的是... 我想一下喔 缺的是... 戰士 好像沒救了 啊... 運氣不好 那只能認了 蛤? 欸? 欸? 竟然是4星欸 奇怪我是搞錯了嗎 為什麼... 這個加這個加這個 怎麼會變4星啊 啊... 啊...我知道了 因為群狼比較低等 突然想到了 該死 他的判定 第一階高 因為群狼其實是最弱 但是因為他的4星是這一個 所以他加到那個 另外一個上面 那...不如這樣 這樣倍率還比較高 一擊 有可能嗎 應該是... 看他卡牌有沒有發揮20倍效果 再乘上去吧 看他應該是沒有 遇到這種設定是... 最無解的 然後因為他沒有額外成長要素 所以基本上 輸的就是... 結束 然後他唯一有變化 是那個被戰 像... 被替換 那個...效果 就什麼啊 喔...你說這個喔 之前有人介紹我喔 只是還好... 我再考慮看看吧 好啦...繼續玩 毒王品質出售 跳過 直接打王 手牌數量獎 一直這樣忘了 剛剛那個... 撕虧的 忘了那個... 要特別留意 那滿吃運氣的 運氣到了這樣就會 比較簡單打 哇... 手牌太少 所以... 反而不好臭 有了... 五刺客 就為了一擊 就一擊還不夠 還不夠傻 狼心五同咒 又是23456 就最後這一... 神魔 魔法出... 這個好了... 商店出售物品增加好了 隨機彩蛋 就是啥都有 你看看喔 三個轉為坦克 所有的陣列等級增加 然後... 這是要玩坦克的有嗎 想一想 好像在玩坦克吧 可是坦克... 克可以玩什麼 又是傳說英雄的啊 好啊... 那就來試看看吧 先選9好了 因為他可以轉3名嘛 這樣... 欸... 是不是... 啊...坦克是... 另外一個... 有點搞錯了 每件死屍的裝備是乘1.5的暴擊 死屍... 好...這個是... 空插槽啊... 現在插槽越少成的倍率越高 這個... 有點疑惑 不過可以試看看 倍率很高 這個是坦克喔 我一直以為這個才是坦克 原來這個才是暫時 欸... 這樣的話... 所以我的坦克... 現在有3張嘛 那想辦法把數字壓到跟他一樣 然後再把其他的卡 給濾掉 這樣的話... 不過這個現在沒用 所以不留了 先剃掉 剃換掉了 留1張 然後... 這個... 這個不要... 有了 還是喜歡用狼群 真的是最好用 所以火都燒起來了 為什麼那麼痛就是那個10倍暴擊 很暴擊 現在變8倍了 因為一開始是沒有裝備 所以我沒帶東西防很強 然後帶了法不強這樣 不過那個能力加成還是有限 唉唷... 這可以提升那個勇者的等級 試看看吧 反正... 拿到那個... 看起來就還蠻強的 他只能頂到前面前五關吧我覺得 就是再怎麼搶 那極限就在那裡了 沒辦法再那個... 提升上去 提升等級加1喔 我要先洗卡 我要先洗卡 因為我要把那個... 數字... 換上去 算了 先這樣好了 喔咦... 喔咦... 沒有... 56倍 厲害吧 好像有兩種數字的算法吧 真的是有點... 複雜 因為他是粉色的 然後紅色的是... 想一想 如果是紅色的乘應該是... 紅色的乘喔 反正他是乘那個暴擊倍率 所以... 原本是9的話 乘8的話就是... 呃... 72倍吧 所以現在只要乘那個... 加紅色的暴擊倍率就會很強 所以這種玩法就是... 只要一個... 這種玩法就是... 只要一件好裝就可以... 屌打一切這樣 呵... 然後爛裝的話就得... 靠... 看是後天培養還是把它賣掉 那... 既然有這件裝備的話 前面就爽爽過吧 先輕鬆過 我現在可以確保是我的傷害一定有那個... 56倍了 然後這時候再想辦法增加裝備插槽 好啦 強化... 三角形 強化那個... 常用的... 出現的那個... 類型 像我用群狼吧 因為我傳承耶 先買這個 然後... 好... 因為... 道具欄滿了之後 你如果沒有用的話 它是不會提成 所以這時候就要用這個 轉一下喔 有了... 轉成坦克 這個玩法很簡單 因為我要的是坦克的... 9跟9嘛 所以我可以選擇吧 可以把這個... 先轉化 然後轉了之後呢 原本是9嘛 所以我可以用這個 提升兩名的勇者 去把這個跟這個 提高它的等級 這樣就變成... 有一個8變成9 然後這個原本的8嘛 我就可以把它再提升為9 這樣就變成兩張坦克9 所以... 而坦克就會出現99999 這個總共有5張了 所以就可以湊出那個... 就是... 遊戲中最強的這個組合 5個等級的相同 就是只能用這樣子玩 用特別的方法去把它轉化出來 然後當然是... 因為... 你如果想要夠強就要綠卡 就是要再把多餘的那種... 好... 再改掉 哇...失敗了 原本想要把這個國王的裝備附加 變強 然後這時候就可以用這個 好啦...繼續前進吧 不過要剛好抽到那5個真的太難了 5個普通品質的裝備喔 跳過 他就馬上給我 因為不要的話就把它賣掉 倍率太弱了 又是5個 算了我還是打一下 我剛剛的做法只是... 搞出一個可能 但不代表一定... 就是剛好一定湊得到 所以那裡實在是很運氣的 要增加他的可能就是 你還得努力一直去... 重複的... 洗出那個坦克酒 然後再把多餘的給... 洗掉 所以還等一下搞別的方式 嗯... 72倍 大啊 怎麼搞那麼裝備 像我剛剛前兩場 搞那麼複雜 不如一件這個 裝備來得強 這樣 這超現實 三張隨機卡 嗯... 先刷一下 唉唷他這個刷新有 會幫我補 運氣 不錯喔 強化一下 先把群狼升級 手牌數量加1 手牌數量加1 加50攻擊 整次冒險沒跳過一場戰鬥的話 啊...這個也是一樣的能力啊 那就開始跳吧 欸...前面變弱了 但後面可以補陣這樣 欸...風險超大的 我現在在玩 說坦克陷入詛咒狀態 這就是... 我不是玩坦克流嗎 結果現在坦克就被打臉 這就是不能把 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面的意思 所以通常要兩副牌的 就是... 要兩個職業的類型 如果全部壓在同一個 遇到這個 就被封殺了 這...是比較麻煩 欸...我看一下喔 紅順 嗯? 缺哪一個啊? 啊...缺刺客喔 缺刺客 先替換一下啊 有沒有刺客啊 欸...我刺客都死光了喔 欸...我全不見了 欸... 欸...欸... 欸...真的欸... 我刺客...是被我...欸... 被我換掉了 該死... 這樣的話... 那這個只能先放棄啦 你打死他是沒有問題啊 只是... 只是要多耗一回合了 欸...真的欸... 為什麼我刺客全抽不到啊 這比例太奇葩了吧 我就不信邪欸 再一次好了 然後... 這個留著 喔...我不能替換 隨便抽一個喔 就是活劍鬼 啊... 刺客終於來了 小貓 結果... 現在沒用了 我卡了一對戰士 啊...這樣好了 有了有了 總算 那刺客怎麼會一直不來 嚇死我 這樣...有驚無險 喔...有了 裝備插槽再加一 恩... 恢復魔法值 喔...又有傳承 接下來就是... 再選魔... 欸... 啊...我現在沒錢了 那繼續前進吧 那我要...現在要變成...我要一直跳過啦 如果要加那個效果 喔...就跳過吧 然後再跳過 直接挑戰這個 那倍率的話就變1.5倍了 那我要在戰鬥中隨時改變... 那個效果 想一下喔...這個加...這個喔... 8加點傷害 強化 然後... OK 攻擊 2萬多 直接秒了 然後...看看喔 歷息上限 魔法書吧 現在需要的是魔法書的效果 去改變卡牌的類型 當前幾率... 20%幾率升級當前的所有 然後再乘1.5倍的暴擊 這個沒有比較好 因為...它不會成長型 所以就不選了 然後再選魔法 1.5倍的暴擊 看看有什麼 喔...移除勇者喔 這個是... 讓你... 把...覺得沒有必要的給移掉 欸...如果是這樣的話 然後...那就開始移吧 想一下喔... 先把第一血...那個什麼... 那個少的 等級低的先移掉 然後盡量移戰士 保留坦克吧 然後其他的都勸移掉 然後這個...高等牌的這個... 這個盡量保留吧 因為傷害還是有用 啊...移了 ㄟ... 為什麼移了沒效果啊 ㄟ... ㄟ... 那個不是指這個嗎 那算了 現在那個沒效果的話 那我再換法師吧 把這個轉成法師 奇怪剛剛為什麼移除沒有... 沒有減少 ㄟ...有減啊 沒有減啊 沒有減啊 因為我把它移過去 所以... 那剛剛那個效果真的有點疑惑 好...再提升等級 同時替換三張以上的... 英雄獲得 這個沒有用 下一彈 下一場戰鬥加二生命 跳過 然後...這個...下一個會有... 炫彩特效 可以...再跳過 這一次出場的有機率會被詛咒 所以他們都被詛咒 嗯... 搶一下喔 如果是這樣的話 先把詛咒的...換掉 這一戰... 踢換掉 嗯? 啊...我攻守都沒有 再踢換吧 我有攻守了 那就這樣吧 ㄟ...有兩個... 有三個9了 不過現在不需要 這樣就夠了 應該是可以秒掉吧 176倍 這種玩法不能循規倒局的玩 你要...你要走那個... 極端的玩法 永遠增加手牌 因為如果用正常的玩法 只會... 永遠卡關這樣 攻擊加三牌 攻擊加三牌 手牌減二 然後刷一下 那個暴擊 有機率壞掉 然後這個是... 我需要選這個 叮!選一張 恩... 他在手牌的時候 會有那個... 暴擊 這個好了 還可以利用 然後免費的奇蹟蛋 跳過 然後獲得錢 每次出戰後 隨機丟棄兩張 喔...他會強制幫我丟掉 恩? 每次出戰後 喔...要出戰才丟啦 所以我現在全戰士了 炎之心 這次...不急 突然想到 讓我想一下喔 因為我好像有個... 要先來進行一下 我兩次強化等級的7-8 還不夠了 再... 再丟好了 要打贏他其實很簡單吧 那我想要... 先順便綠牌 終於等到了 先使用吧 然後...7喔 7... 而且我法師好像有4的吧 所以... 順便把這張也提升 OK... 接下來就是單純這樣 戰士族 砍死他 哇...殺不死欸 居然殺不死完蛋了 呃... 還要殺殺 殺戰士 喔...殺法師啊 一次打不死 那就換兩次了 哇...還是... 這個群狼比較那個... 比較強 恩...這個吧 道具插槽 就慢慢培養吧 喔...這是剛選的 添加到... 喔...這個不行 這個太爛了 隨機出一個勇者 添加等級S 不要...這個都不要 不好用就不要用 欸...出戰6次乘4暴擊 當前需要6次 欸...出戰6次 我要跳過 然後又要出戰 這個就是矛盾了 隨便... 不如選那個... 跳過好了 寶貝上一次魔法的卷招 這個好用喔 我上一個是複製 呃...提升等級 所以我現在使用的話 會換成那個 對啊...會變成提升等級 好... 我看看有什麼可以用的 嗯... 再刷一下吧 錢太多 然後選擇移除勇者 這也可以 嗯... 替換職業... 是什麼? 好像沒啥用 好...有了 這個...幫他上面鍍金一下 其實繼續只有25% 因為通常基本上不會成功 他基本上一定不會成功 移除攻擊和暴擊減半 哇...這個...有點壓力了 啊... 如果要移除卡牌的話 就把那個... 這個先移除吧 但是移除之後會變成我現在手牌法 沒牌這樣 YES 這就是... 他的極端 先出擊吧 所以...阿...法師沒了 想一下喔...這個要留著 然後這個也要留著 這個都...替換 還是沒法師喔 看來這一場... 因為...因為被我移光了吧 又沒出了 好吧 呃... 又是一個...衰毛的...開局 終於出一個... 等你等太久了吧 有啦...前面也出了啦 所以只要這樣...這樣...這樣... 好像就要被他整個減半耶 我現在真的超弱的 但...變很弱啊 娃娃一直用群男戰術 上吧 娃娃這樣子... 傷害...不確定行不行耶 這邊蠻考驗你的強度的 哦...缺少了 這樣的話... 遇到這個也是很...也是很棘手 那就用那個吧 對子 這倍率有點低 嗯... 3456 等一下補一個機會喔 看是7的盜賊還是2的盜賊吧 如果有的話...哇...這個完蛋了 看來天王我也 剛好遇到... 又遇到一個... 真的很讓人討厭的類型 啊...看他也...命喪如此喔 轉 5重中...盡力了 有幾個真的不能遇到啊 遇到就沒救了 那直接幫你減半的話... 玩倍率就成不起來了 欸... 要死... 喔... 戰鬥這個可以打 所以這種來得快去的也快吧 然後你也會罵得很快這樣子 因為...生死一瞬間 那遇到那種...極端的敵人就死也很快這樣 像剛剛那個就是... 就是...你的組合如果太仰賴那個... 你的那個一旦被砍半之後那個傷害就是... 就是要逼你一定要更低 被砍半之後你的傷害是要很暴力這樣 就是...假設... 他寫5萬好了 那你如果只有5萬的攻擊 那你就要分兩次吧 然後1萬的話就完全不用看了 所以就是說你打他就至少你有10萬的輸出 然後一次把他秒掉 其實就是這麼單純 硬是要把他秒掉才行 這樣好了 所以剛剛會輸的有點就很單純 就是因為我不夠暴力的 就是沒有在那個關卡展現出你的絕對實力 恩...我看看喔 提升這個好了 欸不要了 傳說英雄實在太難湊了 狼心5重咒還比較好一點 然後... 雙子 沒有牌的時候用這個 每次使用強要劍 戰勝敵人會結算加錢 每名戰士對敵人造成3X本 裝備提升20.0時攻擊 二選一好了 友情戒指 這個... 這個是最簡單的戰術 攻擊力最高 看看喔 這樣的話 就是攻擊扣錢 所以我就是要一擊把他打死 為了讓他扣錢 那扣了我就沒錢 對... 對... 終於出一個盜賊了 應該會直接死吧 因為這件裝備加攻擊力92 有12 所以...這個初期好用 後期又... 都蠻爛 因為他是那個... 你一直洗牌 那攻擊一直利減 欸...形成一次5重咒的時候 攻擊力加10 欸... 先選裝備 道具槽加1 加這個吧 暴擊 最高可獲得40金幣 這個挑戰吧 那挑戰一下 欸... 欸...好像差的是那個... 法師齁 差一個法師 再來... 死運不計 不過我好像湊出一個順子了 順子也行 剛好 魔法書 我現在感覺先需要這個... 裝備了 每次出杖加攻擊 但每次替換緊攻擊 那是一個就是逼你不能換牌的意思 先挑魔法卡喔 喔...這個要留著 算直接用了 又失敗 那強化裝備 25% 好...是強化不過去 選個裝備吧 當初戰英雄中有英雄級的時候 攻擊力增加 先選這個 我真的完全沒有在變強 一直在那邊挑裝備 欸... 呵... 呵... 這咋的烈啦 可是應該秒掉了吧 因為那個... 這個都是普通裝備 開局太... 沒有遇到好東西 你當刺客對敵造成傷害的事 裝備會造成提升零食傷害 都是零食的 我需要一點奇蹟 紅色的祝福 效果可以重新 添加鑽石特效到一個裝備上 這到底是啥 啊...加暴擊的喔 應該...他應該鑽石有不同的能力 只是剛好附加在上面的時候是那個暴擊 他應該是有幾個 幾個... 幾個特性 正抗4 這個... 這個... 先... 替換掉 怎麼那麼剛好 都缺... 有了 差一個... 2000喔 應該是可以秒掉吧 對啊... 這基本上... 那個... 前面這個裝備 還行 增加手牌1 勇者喔 每替換一名勇者死 損失一個0.1的暴擊 就是越替換越爛這樣 蛤... 蛤... 這是選我的奇蹟卡喔 OK... 可以直接鍍金一個效果到一個垂機裝備上 恩...現在忍完這個啊 不知道鍍什麼 疾敗一個獲得三金幣 好啦...再來吧 拿暴擊劍 不看好這一局可以贏吧 因為都打到第三關了 我感覺還沒有很強 有點普通 2345 剛好差1 這樣也可以啦 他應該是可以秒掉吧 壽司... 賞 困難的是在萬以上的傷害 到底要如何增幅上去 當勇者成功觸發幸運時 幸運是啥啊 我還真的不知道 算了啦 這幸運我還真的不知道 喔... 兩件裝備喔 因為他... 喔...他滿了 所以他只補一件給我 他不讓我換卡 我得靠這個運氣 看看喔 所以...運氣夠的 應該是秒不掉吧 6400 那我想起來了 幸運是什麼 有一張卡 就是附加那個 附魔效果是幸運 就是有機率觸發什麼吧 他指的應該是那個 然後他觸發的時候就會去提升他 所以那把劍永遠 永遠只有 一倍爆擊 就是不會增加 手牌增加1 先挑裝備喔 隨機增加攻擊 咕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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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用 算了 竟然都買了 所有出戰等級的盒為7的時候倍率加 咕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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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很難控制 倍率為7 1喔 擊敗Boss會拖著金幣算了 1 因為這個真的實在太難控了 應該會一直精打細算 就隨緣 就是 有觸發就很強 沒觸發就當作沒有 他還真的觸發了欸 剛好是7 直接把他砍爛 不過這種不穩定的實在是 還是少用好 只是能換就把他換掉 我還想要選擇 因為這一次要多走類型 應該有點晚 有什麼是同職業的嗎 狼心舞叢咒 那順子才強 對啊 還有炎心喔 5個相同職業 既然有就試一下 不然就是 刺客好了 3個 既然這邊有 這樣子 噢 刺客 那大概只能改變一點 這個 塔牌的權重吧 就是刺客的機率少會高一點 但沒有到這個一定必出 除非你把整套都改過去 就是那個職業全改 又剛好有達到那個倍率 咪的倍率 看看喔 塔斯對點造成傷害可以獲得臨死 不要 為什麼這個彩蛋裝備叫我去買 當跳過任何一個彩蛋時爆擊率加3 但是加不是成 所以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把那個 我把那個 命運長劍賣掉吧 換那個 寶石法杖吧 跳過的話就加3了嗎 然後再跳過 那就加3這樣 這是有點爛的成長武器 真的蠻爛的 先替換一下 金字塔 葡魯 他算法好像是從左側算到右側 如果有成的話 可能把他放在後面會比較好 忘記這樣調整到底有沒有效果 可以看一下 他的那個 算法 裝備的算法 從左至右吧 對啦 所以你成的要放後面會比較 這樣他那個 配率才會比較高 免疫一次死亡 就是 就是你最會滴血的時候不會死 你還有一條命 就是應付那個 如果又把你的血鎖到只有一條的時候 坦克 轉化 然後 看看有彩蛋 可以 跳過 然後 再跳過 不覺得只能打到第七關吧 沒有有鍍金的效果的裝備 那這一定要拿 我看看喔 可以 可以 好像少一隻欸 真的少一隻欸 沒死 這樣的話 先替換一下喔 但是攻守倒是有 那乾脆這樣 什麼呢 武攻守 那基礎攻擊力不太夠 那倍率是夠高 但 基礎的不夠強 這樣 最爛的組合 隨便組 那血都深一點啦 這應該不會殺不死吧 可以啦 隨便組都有 喔 喔 這是什麼 首回合 每次出 這種 這個有點微妙 它有點爛 喔 跳過 因為這個還蠻爛的 好速喔 跳過 所以我剛跳過之後 這個倍率有加18了 其實有點慢 真的很慢 射手 我現在有三 四刺客 所以我可以先替換 然後這樣就有五刺客了 刺客攻擊 真的是基礎倍率不夠啊 打出去才兩萬 我的天啊 然後無法師 其實 種族的調整 這個 設定啊 真的有差 因為你把某一個權重 提升之後 它自然其他的 機率也會改變 只是 這個 收效甚微 甚至越後面會越明顯 直接把他炸爛 它這個可以消耗BOSS的類型 這個 這個一定要選啊 花錢解 解那個 你不想打 因為遇到 強的實在是 大師護手 每件裝備加三暴擊 你可以把那個 雙刺椎就可以先移掉 因為他的暴擊沒有 不然就這個護手也可以 換這個 因為我是玩炎之心的 所以這個不能跳 要把他強化 江池組裝備的總價值 就是他的錢 所以都一塊錢的 他只會加一點點 沒有用 這個 這個吧 炎之心 那我現在就玩同刺客流 好挑戰吧 應該是骷髏嗎 刺客 應該也可以開始轉 我一開始是刺客 然後現在我又有坦克 所以 那就把 這個跟這個 變轉換吧 那因為現在還抽不到 所以可以把那個 魚尾先換掉 我就走坦克跟刺客 然後攻守 跟那個其他就被 淘汰了 但是 強化 直接砍爛他 直接砍爛他 就是你的流派要很明確喔 不能 然後玩那個 又玩這個 欸 竟然有這個 增加戰士了 黑鐵喔 那是城暴擊 算了 還是走比較務實的 好了 先強化基礎 然後這個挑過 務實流 那下一個玩就是 專定刺客 他那個 刺客都會被詛咒 所以幸好我還有另外一個 戰士可以 預防這樣 好 群狼 應該秒不掉吧 他會剩一萬滴吧 我猜 欸 幾千滴吧 對啊 一萬多 七千 唉唷 竟然有法師欸 再來 群狼基本暴擊 現在可以這個 基本的傷害是兩萬 還是有點不太夠 感覺要到五萬 不然後面會推不動 群狼 算了 跳過吧 算了 跳過吧 加10暴擊 不要 這也不要 再跳過 所以現在加27了 喔 來吧 全部都刺客喔 該死 好 用群狼吧 唉唷 唉唷 喔 我有習慣性暗了 哇 越換越爛 想一想喔 喔 這樣 不小心搞錯了 那就 這個 可以這樣吧 傷害算有點不太夠 但應該還可以 一萬滴傷害吧 還有兩萬 然後 攻守 缺 唉唷 我刺客沒留 沒有刺客有留 差的是這個 其實也沒差多少吧 那暴擊也只是 2跟3的區別而已 附魔勇者出現的機率增加 魔法輸的機率 這個吧 售價降低喔 因為我竟然是要走彩蛋的話 嗯 國王 每次跳過戰鬥一次 他怎麼又跑出來了 既然是成倍率的話 喔 這個會越來越爛 把這個換掉 換這個 國王吧 連續上場等級為1到10的勇者10 每次加1爆擊 要連續上場 算了 太難了 那這邊就跳過吧 跳過 完了 忘了帶刷新 啊 該死完蛋了 欸 免費 還有救 這時候要選擇犧牲 有時候犧牲是必然 會真的打過 那個破壞戒指把它賣掉 還是不夠 該死 因為這個一定會輸啊 我傷害沒辦法把它秒掉 所以我一定要犧牲一些道具 欸 我有錢也沒辦法換喔 靠 這是暗設定 我好不容易抽到錢了 結果 他竟然 不給我換 哇 這個超不利的耶 我要把一些裝備都賣掉了 結果 他竟然跟我講錯 不好意思喔 因為沒辦法 沒辦法就 算了 那就沒辦法吧 跟他拚了吧 還有一次替換 該死 啊 三次好了 三星而已 哇 真的是命耶 我換都換不中 那就這樣吧 金字塔 應該殺不死他吧 所以我那個原本的 那個要留著 我有一個巨抗死亡 原本是那個殺招的 結果 又是遇到這個 然後提前打開 哇 好像 湊不到 那就三角力量吧 應該可以殺死了吧 可是我沒想到 他那個 既然 不能臨死湊錢 這樣我真的浪費了不少裝備 臨死湊錢 好 鼻姬 選擇裝備的複製給左邊 同時破壞選擇的裝備 啊 我懂了 將選擇的效果複製 左側 對我來說 效果複製 這個吧 這個我也要 所以 欸 我看也有點忘記 是 將左側的複製 所以 應該是 這樣吧 然後使用這個 欸 我選錯了嗎 特效是發亮的那個 啊 啊 我懂了 啊 哇 那這個好像 算了 沒有用啊 屬色這件裝備可以清除當前的詛咒效果 選這個 寶貝上次使用的魔法卷軸 我已經忘記上次使用差了 原來是這個 那就再強化 免疫一次死亡又來啦 這雖然沒啥用但還是選一下 勇者 我跳過吧 五重咒 我現在要趕快找好裝備啊 我剛剛真的浪費了 攻擊加300 大砲槌 大砲槌 但我手牌會很少 我覺得 這個是 轉戰可以讓我先解決問題 兩種職業可以組成炎之心 啊 這個 這個有用 然後把這個還掉 這就是 可以 不用湊到五個 的 設定 先調一下順序 哇這什麼 抽取勇者 喔 那個背面向上的 所以已經向上了 沒有你不知道他傻 所以有辦法就是把那個 再剃掉 兩種職業也可以組成炎之心 這樣確實有點風險 這樣吧不囉嗦的直接 這樣不知道是什麼就賭了吧 運氣 看來不在我這邊 不過我有那個大砲 大砲就不一樣了 有大砲喔 超強 嗯 上吧 好他就說不一定要同一個 壽司 放了一把 神劍之後 傷害就不一樣 永久增加魔法 全這個 加3 這個好爛喔 不要 跳過 跳過好了 不需要 可以負債 加閃關攻擊 每一場射手加暴擊 射手快被我移光了還是 不同勇者也可以產生同品羈絆 同品羈絆 算了吧 跳過 出戰後被 喔這是做一次性的 喔跳過 然後 刷一下吧 你用一金幣可以提升 黃金劍 啊終於來了 不過可惜我現在沒錢 算了 一開始我知道這個的話我就完了 喔跳過 其實好像剛剛拿黃金劍也不錯齁 有點後魂 算了 所有勇者都背面朝上 喔就是不知道裡面是啥啦 你不知道這個是啥 不過也沒關係 我信你 神抽 喔 唉唷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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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出了大炮劍 唉唷出了大炮劍 顏之心 鬥死吧 那直接沒有那個是看等級的 那個沒辦法看出來 這個排序是以等級的 喔也是說這樣喔 也是可以啦 對啦用這個方法也可以那個 偷看一下這樣 哇好像有點炸欸 再相信你一次 呦中了 走死吧 可是傷害還是不太夠啊 因為後面會更變態 更煩 還要再更強 道具插槽加1 道具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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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薪費用降低喔 我要開始 循環全職業 這是他可以視為全職業喔 打這個 怎麼全部都戰士啊 嗯這個喔 你 哪一個就跳過吧 當陣列包含這個炎之心的時候 加三公司 欸這個可以喔 因為我原本就是那個 嗯我想一下喔 可以換那個 可以換那個不能換 算了 還不夠的強 欸 不同職業的冒險者也開場喔 這個是另外一個 好跳過 遺跡 喔閃光效果 好像是錢吧 喔加攻擊的 還行 呃 重心舞重咒 這沒用 這什麼 每次出戰 喔這個沒用 喔這個是反過來的 空插槽 才會有爆擊 就是之前那時候拿的那個 喔那算了 沒有想要就不塞了 上一場戰鬥中出場過的勇者 則會陷入詛咒狀態 喔 就是我只能特定類型 不然會 特定的 一種 我要寫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 不行就要刷一下 已經變百萬了 我就說 我不夠強這個根本打不贏 下一個會越來越誇張 這樣 看來要死在這了 我傷害沒有到那個 沒有到那個 真的沒辦法 好啦 那就聽天有命了 職業喔 攻守應該是在右邊吧 然後這個一定是戰士 去吧 啊這我雙子 哇到第七的話 就已經到百萬了 確實 難怪 難怪有人說那個 這個 實在有點太 太打臉 因為他這個有點已經進入那個 進入那種 無限模式了 太早 進這種 高傷害了 這個 這是一個 第七回合是一個很大的門檻 這樣 砍不動啦 不過沒辦法 只能這樣 差不多啦 我覺得第七回合就已經極限 如果按照正常沒有想法的戰鬥的話 大概第七關就死了 這很合理 沒有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我看一下喔 我是覺得他有點太早了 就是 因為我看他的說明是有到十五關 然後 一開始的基礎是到第十關 這個不知道怎麼解鎖 然後他有點太早 在這個第十關 第七關還沒玩爽之前就 進入這個高難度 然後 跳我過 然後跳我過 然後跳我過 你出戰一個勇者損失一個錢 有點莫名其妙 放吧 付的 我還得倒貼錢 那付的還得要賠償回來 不是說不用付的就不用付了 是你還要再賠償回去 欸 我是不是掃法師阿 沒有啦 有法師阿 是完全賭第一波阿 有一個彩旋特效加免費 增加 增加生命值阿 好 國王 每賣掉一件裝備提升喔 擊殺手頂 臭蟲子 像這個垃圾 雖然他後面有一個1.5倍 但是 有點爛 從四件裝備挑兩件 如果 手牌為法師或射手師 加三倍爆擊 每行程五重咒的時候 五重咒是啥 12345 這個超難湊的 出戰等級為5 爆擊加4 好 我盡量看看吧 他是要法師嗎 剛好 然後再選 每上場一個USR 每上場一名USR 攻擊增加 擊敗敵人加錢 應該蠻富有的吧 一上場就有那麼多錢 那麼多東西 這樣 他的意思就是 我需要射手跟法師 既然他要這樣搞的話 射手跟法師 那就開始轉吧 最多只能3名 所以 我只要把這個T換掉 那就完美了吧 發動攻擊 還會Double三倍 雖然倍率有夠低 一擊 那就變成我要開始綠卡 因為開頭是這樣 那要買魔法卡 可以鍍炫效果 又失敗了 該死 那有失敗 那有失敗 把這個換掉 看來要完全綠掉真的有點難 有了 完美 攻擊 再一次 打破 打破 爆發 攻擊 只要你有準備好那個傷害就自然可以充 可以免費刷新一次 兩件裝備挑一 攻擊 超巨槽加1 英雄 出戰 有機率加錢 這個 可以換勇者 好像 好像選錯了 不應該花這筆錢 法師遭到詛咒 他是說出場的話有機率遭到詛咒 就把這些都替換掉 吃射手法師 就再換掉 漂亮 欸? 該死 剛好是4-4 4-4 沒問題 沒問題 我這樣的話 我想一下要怎麼處比較好 這樣好 裝職 那貝瑞應該也是夠 因為那個 欸? 沒有觸發嗎? 喔呦 怎麼都全死 我搞錯了 剛剛裡面有一個不是喔 我還是被詛咒就異常 在詛咒真的是有點看不到他的職業 以上去看 這樣的話 被綠流 這樣吧 先用群狼 先用普通攻擊也夠了 出售物品加1 售價降低 應該是出現物品的加1 將左邊的價值轉換為暴擊 下值 使用魔法卡後會不會複製一張 只能觸發一次 擊敗別人的時候重置 他要選這個吧 隨機打印一個裝備 這個是幫他複製 就你吧 兩個 幫他增加攻擊力 然後每回合 一定會抽到 沒有直接破壞了 這個我把它賣掉 然後換一個 隨機的裝備 但勝敵人獲得金幣還會加暴擊 但是賺到了 然後隨機複製一個裝備 同時摧毀滷邊 這個要拼一個東西 一個能力 但是最大生命值會減少 這裝備還沒到很好 所以我選強化的 對 群狼 還可以再選一個 對 稍微增加一下 超級隨機彩蛋 要選嗎? 手牌數量加1 攻守 把這個替換掉 然後再替換 有了 有了 鬥死 應該是秒殺 魔法值加1 魔法值加1 然後魔法卡 我上一次的魔法是什麼啊? 該死 我想起來了 可以 可以 叮 啊 是這個喔 啊我搞錯了 浪費了 選擇兩個俑者 然後將左側俑者轉位 右側的俑者 那就是 把數字小的轉過去喔 欸 啊 他是轉1名喔 啊我搞錯了 忘了 誤會他的意思 欸 誤會 法師 金幣中大獎這是什麼東西 喔 加48耶 哇 起飛 欸 移植一名俑者 添加4名等級1到 我靠 完了 就好了 換有錢了欸 可以附在附的 每刷新一個店面可以 可以 哇 越刷越貴等一下 1.5的暴擊 這個回地標比較難 這賣掉 換這個 轉一次他就加錢 這樣吧 不能現在刷太爽 那就是變成我每次都要一直刷 一直戰鬥 一直戰鬥 喔再刷 哇運氣不太好 我們先出他一隻喔 孤狼 單身戰鬥 哇又是剛好是他 看了 我覺得沒有必要堅持三倍 法師應該也可以吧 因為那個好像是 看來沒有三倍還是有點偏弱 1.2.3.4 哇 哇 我的完美的那個 沒了 那這樣的話 喔這樣 雙子 還差一點 可惜了 果然還是雜魚牌還是太多了 2.3.4.5.6 5重兆 5重兆 還要再找更好的裝備 看看喔 加15暴擊 當勇者因為玻璃效果被移除提升暴擊 啊這個是那個 這要犧牲的 有點難用 墓地沒用一個英雄增加 我看哪一個最沒用 說還蠻不錯的 就只有這一個吧 欸他是成倍率的喔 阿死守領 OK 這個說不定其實還蠻強 可是要有時間 有個空位給阿曼 恩 玻璃效果 我覺得 可是他還有1.5倍的報紙 應該是沒有那麼好複製吧 算了 放棄 直接刷 呃 強了 不然天還是覺得沒有好 連續上場等級為1到使用者10 每次加1爆擊 加1 太慢了吧 手牌數量 手牌數量 道具插槽 這個可以 幸運 打boss 幸運喔 因為他的手牌數量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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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哇靠 這是怎樣阿 怎麼湊都不對 應該死 這是起死 怎麼會只能這樣 卡一張 嗯 沒有一次把他殺死 這有點可惜阿 先把這些丟出去阿 嗯 噢 可以阿 孤狼 那群狼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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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暴擊層那麼高啊 裝備插槽加1 等你好久了 別算10獎金幣加3 那錢還可以 擊敗點還可以再加3 那不是洗錢的吧 先買一下喔 等一下如果缺錢再把它賣掉 這什麼東西 聖獵組合包含雙子加3攻擊 回復生命值 這個感覺可以買的 以防萬一 被他變成一滴血的時候 剛好可以緊急支援 替換 還替換 該死這個男的 再丟他出去好了 一隻 屁屁我不信邪 堅持 有了有了 結果卡 結果卡 結果是卡這樣 就是4-4這樣 感覺可以對止吧這樣 這樣有效果嗎 有了 有了有3倍 但是傷害還是得比我 沒有比那個 直接的效果來的好 好 結果我前面那邊亂玩 害我現在這邊快翻車了 完蛋了 好像還剛好差一隻欸 我想起來了,上場一隻UR傷害會比較高 乾脆就... 這樣沒辦法湊啥 有了,應該可以幹掉吧 後用好像來不及 對啊,他就死了 主力在UR 有了,這是改變成法師 我把那個轉化一下 隨機打造一個裝備 傀儡,移除兩個勇者 出戰時 當然有白影 移除兩個勇者好像沒有必要 打到裝備不確定是哪一件 算了,跳過了,有點浪費了 單純為了刷而刷 應該...我看看 四個刺客 四個刺客 我們乾脆這樣 應該沒多少傷害吧 應該沒多少傷害吧 看一下喔 對啊,果然沒有 有了,1,2,3,4,5 這個雖然沒有效果 不過也有基本的保底傷害 怎麼那麼弱啊 怎麼那麼弱啊 還不出絕招是不行的喔 欸? 地的好像這樣吧 群狼 又是打得好像 太吃力了吧 有了有了 有了 補法師 沒有,三倍真的好弱 這是要搞那個爆擊 把它賣掉 買了再賣來洗那個能力 要賣掉道具也算 所以我買3塊錢 然後賣掉 加一個倍率 至少穩定吧 哇 又失敗 又失敗 然後 還有一個法師的 鐵劍 他買了 然後再賣他 我先把我的那個 死神鐮刀充值好了 哇 魔法職為0 火力 那時候我就是不能改了 那時候我就是不能改了 好,先把他們出出去吧 下面多少傷害吧 沒有關係 一隻 兩隻 可以改了 轉化 兵 五法師 這三倍應該會觸發吧 有觸發 轉化了有效果 哇 留了一手 裝備草 3加1 怎麼又一個 黃金會員 它有黃金跟白金喔 刷一下好了 17塊 然後買來 先賣掉 洗錢 這個是 為兩個 增加爆擊 刷一下好了 好像一個空位 我再刷好像有點斤 買一張魔法卡 選擇的等級提升 我要的需要是UR 所以要把射手的SR提升上去 然後再外加那個基本的也上升 前進 閃光裝備出售 閃光好像是那個 不管啊 挑戰 先把 先把男的剃掉 又剛好差一個 我應該已經綠的差不多了吧 竟然還可以抽得到 有 又拚這一集 好像現在代表現在的基礎攻擊力不夠 要先找到一件基礎的 加個100應該就順多了吧 沒有剛好加的啊 沒一點魔力可以轉化不行 看一下 爛喔 那我其實應該選來賣的 忘了 所以我等級的英雄軍被思維英雄級 這樣是不是可以觸發那個英雄 好像可以耶 看看好了 這樣說不定可以強制觸發 勇者能力 裝備強化 不管了 打了再說 所以 這樣應該有UR的加持吧 丟看看好了 他吃不了王冠欸 那這英雄盾牌就沒有用了 這樣沒屁用了 哇 怎麼湊都不對 該死 欸欸欸欸 不能再這樣鬧下去了 真 這個 英雄盾牌真的沒用 乾脆不如直接 換掉 現在可以增加他的倍率 直接提高倍率 金字塔 叮 這傷害應該夠痛了 還差一點 該死 那些我還有葫蘆 欸 我有 五火法 我現在打不死 基礎太低了 真的是基礎太低了 五六七八九 等一下打王很堪憂 我真的要趕快找到裝備 一個有幫助的裝備 閃光加50攻擊 這個可以考慮 先買了 好被上一個使用的魔法卷走 可以先買來 等一下把它賣掉 上一個是什麼啊 使用一下好 喔 那是加那個等級啊 可以把它變成路啊 好啊 等一下 等一下說不定可以有幫助 射手陷入詛咒狀態 那就只能用法師喔 然後 哇 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群狼 這樣啊 用群狼攻擊 買了一個戒指 果然 傷害力大增這樣 然後我想一下喔 要打 穩一點的優勢好了 先 先 替換 不對好像 詛咒這個本身有問題耶 試看看 詛咒好像沒有辦法吃到那個屬性加持 三倍了吧 唉唷啊還是有 那死定了 這樣還不死 永久增加生命 這真的有用嗎 欸 獲得當前裝備總值的售價 現在只有15塊 好爛 U啊 移除兩名勇者 然後移除兩名 先以這個 直接把它刺掉 然後這個使用提升 然後 有一個是黑鐵 可以增加1.5倍爆擊 這個好了 黑鐵 跳過任何一個彩蛋時 增加爆擊 不要 好 現在法師一開場就差不多4了 刺客怎麼會一直來啊 好人厭 被丟出去啊 不要鬧場好嗎 有了有了 魔法 直接瞄了他 好人厭 好人厭 這樣被秒掉了 哇 傷害太不行了 我覺得還是基底的攻擊力不太夠 要換 應該是換那個吧 一個白金會雲卡要換掉 但他是我金錢的來源 我看看 那個光的倍率也要洗一下 突然想到 難怪傷害不太夠 要賣 來 再賣掉 笑死 每當出售任何一張卡 加攻擊 這個那個錘子 這個感覺好像可以臨時替代 出售任何一張卡 一個要洗光 換這個 有 有 只是現在沒有那個 試用的 好 替換 再替換 有了 剛好一半一半 這樣的話 34567 抽一個組合 那個傷害還是有點不太夠 可惜了 那就 魔法 應該還要再打一次吧 還是有點打不太動 這樣好了 剩下的3000輕鬆帶走 所以我現在要先洗一下吧 買這種便宜的賣掉 然後刷更新這個 然後買這個 然後賣掉 買這個 然後賣掉 這邊洗兩邊這樣 這有錢 那真的努力賺 說坦克陷入詛咒 坦克 就沒有要用了 坦克替換 然後替換 替替換 怎麼又剛好是刺客 哇 哇 這樣的 直接出一隻 砍死他 我現在有4倍爆擊耶 等一下我湊出了效果 果然 四勝關鍵關 果然就在那個爆擊的倍率 呼呼 他現在有4倍再乘3倍 欸不是他是加上去 所以應該是直接7倍 接下來就要趕快把卡給濾乾淨 不然真的是實在太多台錢了 想辦法把卡濾乾 就大概剩法師跟攻守 永遠增加一個手牌 才會變成你容易抽到重複了 所以我現在其實應該不能再增加手牌 而是要增加的是 其他的魔法卡的出現頻率 然後再增加手牌 刷 然後這個買了 然後賣 然後彩蛋 彩蛋可能也要買 暴擊 這個可以用 強化卷軸 選了立刻使用 先不要 挑戰 挑戰 哪一隻 OK 這邊的話是 我看看喔 哇又是剛好 4-4 那就用這樣好了 OK 對一隻 對一隻 應該是 應該傷害之後再兩萬吧 一萬合有 該死 天台只有這麼一點點 喔 群狼 血很多 這個至少可以慢慢打 有了 有了 該死 原本以為可以了 結果又一個混進來 兩個 我的攻擊力可以透過賣東西解決 然後 倍率可以透過更新這樣加 但是很慢 前提就是要錢嘛 然後 買了 然後把它賣掉 然後買了 再賣掉 然後買了 再刷一下 可以轉射手耶 強化卷軸和強化彩蛋再三連連免費 這個賣掉了 然後這個轉射手可以留著 我應該先買這個的 挑戰 射手 這個可以留著吧 有了 嗯 又是這個尷尬的組合 那就這樣吧 欸不對我應該先把法師用掉才對喔 欸 等一下我要把那個 其他類型的轉成射手 這樣 欸 剛好 是兩隻 你要再撐嗎 不然我刻意轉掉他好了 有時候把那個 故意替換掉 欸 真的被我替換到 然後再把它轉成射手 好 晚安 完美 上吧 喔唷 直接瞄了他 然後我想一下喔 指定兩名用這 將左側轉右側 這個喔 這個先看一下 左側轉為右側 所以 他這樣可以順便複製他的效果 對啊 他連那個幸運都順便複製 我好像有個黑鐵 所以我現在倍率可以直接用 只是要換哪一個 然後把那個生金袋換掉 換那個國王的 國王的盔甲 然後再賣掉 所以現在倍率是4倍 畫卷軸 然後再賣掉 好啦 我最後的努力啦 粉灰只能死 粉灰只能出現一種 聖獵組合 哇 我知道他在說什麼了 哇 這樣子有點冒險 但是可以拚看看 瘦斯了 就是要同類型的 就是要同類型的 可以秒掉他嗎 倍率的倍率 哇 還是沒有秒掉 欸 好險 瘦斯吧 然後 等下就要打更變態的東西 整個都增加手牌 增加魔法 直接刷吧 然後這個選了 然後賣掉 金幣翻倍 直接使用 變10塊錢 我剛剛應該先用 然後再賣掉 現在已經有兩倍了 然後後面加120攻擊 如果再多給我一回合 如果再多給我一回合 我就更有把握了 再給我一回合 再多一個關卡吧 火法攻擊 火法攻擊 哦 400 600倍 20萬 蹦 但是現在卡還是太雜 麻煩的就在於 卡牌真的太雜 好啦 出售 繼續 蝶價 然後刷一下 所以我現在這個暴擊3.5倍 打出炎之星 石之晶歸零 完全封印我啊 所以我等一下要把錢花掉 不然就沒錢 欸啊 我按錯了 我應該挑戰的 該死 被下面嚇到 沒差 好像也沒機會 有點難 我剛剛如果進商店還有機會 現在可能沒機會 這樣好了 哇 沒有最大倍率 不行 怎麼秒掉了 我記錯血量了嗎 怎麼這樣就把他秒 怎麼血那麼少 然後 就是附魔暴擊 這個先買一下 算了 直接賣 然後免費刷新 再刷新 喔 這個這個是 賣掉了 喔 剩下來的 等下一場 所有普通勇者會陷入詛咒 啊該死 怎麼會是這種東西呢 哇 普通勇者 哇 這個我真的沒有把握 嗯 好不管了 等於我只有那個SR那些可以用 其他的就垃圾這樣 難度有點太猛 沒有把他秒掉 然後替換 再替換 該死 怎麼抽抽他 他自己隨便抽都傷害這麼高 那我直接那個 等一下想辦法把那個倍率撐高一點吧 因為我覺得等一下最後那個真的太危險 OK 錢好少啊 另外一個戒指 魔法卡選用級 喔 使一下 使用一下 看能不能轉化一下 喔 資金翻倍 呼呼 然後讓裝備附加那個效果 冰 哇 失敗 冰 坦克 黑鐵 漂亮 黑鐵 黑鐵 哇 就他了 啊不對 他等下變詛咒黑鐵效果應該就沒有 啊 賣了 然後再賣 然後再賣 再賣 4倍 然後 我看一下喔 這爆擊應該加到64喔 他這個每出戰一次獲得一個金幣 這個直接跳過 不行 跳過我就沒辦法變強 這根本是一個陷阱 但他錢架很多 但是等於直接要打王 根本是陷阱啊 這個50幾塊在那裡 我怎麼傷害還是不太夠 我怎麼傷害還是不太夠 那等下又要炸了 壽司 先換這一隻 加點錢 可是我順序放錯了 應該這樣吧 先加 先加那個爆擊率 先買 然後賣掉 買 再賣掉 刷新 買 再賣掉 刷新 我已經幫他撐到6倍了耶 這如果再不行 再 再不行 看一下喔 這個應該 先擺一下他們的前後順序 人的應該是最後再撐 24萬 好像是還行啊 只是 刺客 先把一些濾掉 招法師 這時候 只有我這邊可以攻擊 然後 這個不能出擊 這樣的話 因為他這個組合應該是沒有吧 等一下喔 法師 法師 欸有啊還是有 上吧 有一隻可以戰鬥 不過我本來就不是依賴全部的 4000多倍 終於被我洗出這種超誇張的數字 我努力 終於值得了 好心酸喔 好心酸喔 真的很辛苦耶 而且應該是放法的問題 我剛剛就是在想是我放法犯錯 這個是轉換的 不管了 賣了 好 被他複齊毀滅 剛好 綠牌 要不要賣 不要賣掉了 現在 觸發效果 這個比較重要 然後再把它替換掉 不要鬧場好嗎 不要再來了 有了 鬥死吧 只要玩到這種變態的數字才行 只有玩的就是那個 平衡 有了 我看看喔 然後刷 哇 他沒有機會給我賣 完了完了完了 要崩了要崩了 有了又可以賣了 這時候有辦法渡到嗎 我使用 又失敗了 敢不敢給我一次成功 快點試了不知道幾張 沒有半張成功 有了 直接瞄著他 看吧 啊不行他要再手牌 算了沒差 現在有100萬了 這應該瞄不掉了吧 我剛剛好像也沒到 這麼多 等一下剩了一點點血 什麼 我只有100 鋪頭 沒關係 我還可以再更強 只要讓我進商店一次就好了 商店就是我家 看他們在綠卡吧 獲得當前裝備的12塊 12塊拚一個機會 以前 然後哇 怎麼都沒有魔法卡 哇靠他在搞我是不是 至少要到我看一下 他現在才3.5倍 比剛剛的倍率還低很多 完了完了 好刷下去 至少勇者還可以再加倍率 然後 就是 這是最後一關了 這是什麼能力啊 上一場 戰鬥中出過場 勇者會嵌入詛咒 哇靠 還有這種設定喔 不要來鬧場好嗎 有了 U 魔法 既然他沒辦法 上吧 魔法之力 魔法之力 喔 瞄了 嗚呼 喔 我終於打過了 累死啊 然後還可以進入無盡挑戰 通常應該也不用打 因為 裡面應該會更扯吧 還可以自選 喔 喔 自選 屁啦 我沒有一個空間他要我選個屁啊 隨便我把他賣掉 想一下喔 放這時候絕對不能 不能選錯 一定是要那種很變態的才行 不然你只會 很弱 他其實要馬上派得上用場的 應該通常很少 他有一個出售魔法卡可以提升倍率的 就是在國王 等一下我看看 倍率喔 欸 欸他才出剩0.1喔 喔靠 那我是要點到什麼時候啊 算了還不如乾脆不要用欸 氣死了 現在才發現 手牌減少 不行這個風險太大 慢慢還是不要了 放棄 我的現在都比你還好 弱 然後 OK 要繼續了 然後實用 欸又還是失敗 然後 喔又可以更多錢 嗚呼 好賣 喔這個這個沒有用啊 好心酸的洗法 符法煉鋼 一個一個點這樣 這個戒指加10倍暴擊 但是 但我覺得 10倍暴擊對我來說 現在一點都不重要 反而是攻擊力 所以其實幻有琴戒比較有用 因為我現在要的是那個戒指的效果 那基底傷害高才能打出漂亮的傷害這樣 好啦就這樣了 我盡力了 說法師陷入詛咒狀態 果然是克制我的 那個最後那個王 根本來搞人的吧 鬥死 哇他有500萬喔 我為什麼會說後面很難打 因為前面你以為勉強過的官司吧 因為下一個階段更噁心這樣 所以 所以通常 通常 就是越後面越難這樣 而且都是成績是跳好幾倍 十倍都有坑 該死 哇 剩了齁 剛剛那個不是才100萬嗎 這個 這個就500萬 所以那個王等一下應該是1000萬這樣 鬥死 三百萬 嗚呼 我剛剛換的那個基底之後果然就不一樣了 欸這個我想用 裝備插槽加1 請問這個手加了1之後自己卡了一個位子 這個是最沒用的吧 這個有夠白癡 自己加然後自己卡這樣 我記得那個是要另外的用途 就是別的用途 有一個是 因為有一些裝備需要你的上限 他就會有加成這樣 所以要多開一個 欸 替換掉 齁 再替換掉 喔靠喔 再替換 替換 哇 直接用單手去砍他好了 單人單挑 一斬砍 一斧砍下去 威力無窮 直接把他半血砍光 少死吧你 然後看看 喔有了 這一個 然後 這個要用 欸我可以選幾個啊 慘了 喔他可以轉射手 先使用他們的等級提升 然後把這兩個改成射手 叮 好啦盡力了 盡量讓那個牌 哇 黑鐵 我有一個是那個 黑鐵的效果 算了 直接等下附上去就好 法師進入詛咒 哇全部都法師喔 這樣會有攻擊力嗎 我是蠻疑惑的 這個使用了一個 啊還是有 因為我的攻擊力來源 不是在那個上面 他們是不能打 但誰攻擊啊 如果全死了 真的欸 真的沒人攻擊欸 呵 小老師 還真的沒人攻擊欸 真的要留一隻啊 完蛋了 小老師吃飯你 還是沒死喔 我只炸了一半而已 應該還是砍得動吧 隨便殺 就把他秒殺 但傷害還不夠變態這樣 因為 因為 因為後面會再更變態 又要來更變態的敵人 這個看來不能等啊 只能 直接 看一下 喔 剛好沒有 個十百千萬 十萬百萬千萬 已經到千萬了 好 一路殺 替換 替換這一張 唷 然後把 這個 這個先使用好 他那個黑鐵是要在手邊啦 但是我的鎧甲是 只要有的話也會加到裝備上 所以就兩面加成這樣 好 夠死 這張能不能秒掉 應該還是不行吧 傷害 喔 在幫他抓羊欸 真的是抓羊 笑死 算了就幫你抓羊吧 我也沒辦法 因為後面真的就只能這樣 因為這不夠變態啊 我這個只能勉強算這個小咖 如果真的要玩到那種 極端的話 還有更極端的走法 就是要把那些特定道具找出來 然後 剛好就是拿到 只能摸到門檻而已 然後就馬上雲落 要數了 但我盡力而為 哇 最後一個男的卡在這裡 去吧 真的變態的是卡 還有一些道具效果的 那個倍率都很扯這樣 那邊剛我直接跳過還比較好 彈死他 好啦 最後啦 至少我還有條命 使用到 我一直藏在那邊 那邊就是想說 等一下如果要是 又是 要是不行的話 也許可以用那條命 救回來 結果看起來沒有必要 這條命只是來多打一下 極限了 再見啦 就隨便打吧 無盡挑戰 通常是最多到15吧 喔那盡力了 各十百千萬 十萬百 我們最多八百 額六百萬傷害這樣 對啊 沒有啦 黑鐵是主要是因為 因為上面那件衣服啦 想說反正有倍率就 就壓這樣 然後剛解完 就是打十輪 你看他能力 對啊很難用 因為通常難扣在身上 然後剛過完之後 就有那個倍戰可以挑戰 就是 這個 欸我剛有解鎖一個啊 有了 就男 女的就變男的 他現在有特殊能力啊 開始的時候可以攜帶魔法術 我講錯了 他還是有額外的成長要素 這樣 可是呢 可是呢 我相信沒有半個人 欸不是 應該很難 應該很少有人 可以直接打過那個 第四回吧 所以等於就 很多人可能還沒打過 就覺得 沒有成長要素 這樣 YES 這個等於他的成長要素 沒有在 他需要的時候幫他 真的很白癡欸 就是 那個只是為了讓你 帶更難的人去挑戰 可是我想 我覺得 他這種設計有點本末導致啊 他是為了極端的設計 而不是為了 不極端的設計這樣 就是他的成長要素 對 對啦 負評 其實 其實 我覺得他的設計跟他的名稱 已經成為了一個顛倒的設計 因為假設我看到這個 這個所謂的我的傷害7萬億這個 我會覺得他是一個爽 因為你的數字拉得很大 所以我會覺得我來玩 應該至少 有一種爽哥的感覺 然後 只是最後可能 比較難達標 結果 大部分 就完全沒有打到那個 譬如說幾百萬就 殞落這樣 就像是 你跟他講說 你來賭這個 可以獲得100萬 結果每次獲利都只有10塊錢一樣 那是哪會爽啊 所以他的名字已經騙到你說 我會爽 可是實際來玩 你是一個痛苦的概念 這樣子 就是不爽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可惜 他不要太依賴小丑牌那樣的玩法 而是自己走出一個 一個爽又 又有挑戰的話 我覺得他可能就很不錯 這樣子 不過因為他的價錢真的賣得很便宜 原價也才 不知道是70幾吧 現在特價也才30幾 所以其實 以內容來講 跟這個價錢其實是OK的 但是如果是論到說 玩得爽不爽這件事 當然我覺得應該也就負評吧 因為確實 我不覺得這種 就是小丑牌的玩法 不是很大眾的人 因為他的玩法太過那個 運氣跟極端 就是你弄不懂玩法的規則 你根本沒辦法打到後面這樣 就是你一直會被那個邏輯給卡住這樣 或者是 就是會被那個運氣給卡死 就是你開局如果不好 那你這一局就是毀了 你玩了再多這麼久 你那一局就是不好就是不好 就是 因為裝備的運氣真的比重太大 小丑牌也是啊 不過還好啦 至少我有過一輪啦 不枉費我把小丑牌的所有的成就結完 就已經練了 這個 一些這個經驗了 不然我大概也是卡在那個 前面吧 就是因為我一開始就 大概想到就是說 哪一些東西一定要盡量 能拿就拿 這樣子 就是譬如說一些永久加的能力 或是你做一些操作可以提升能力的這樣 這樣 這樣才有辦法 就是 打到一定的程度這樣 然後更極端的就是裝備啦 因為他 他就是也想要走那種很多東西 這樣子 就是不要想說他有200件裝備 裡面大概150件 沒有一件可以用的 就是硬要說的話 大概只有50件能用 說不定50件裡面 還只有10件能打到後面 就是類似像這樣 他這個 裝備再多其實不如幾件就好 然後 然後 他這個 因為奇蹟也沒全開完 就是 有些 硬霸的 這個能力啊 其實卡在這個一些奇蹟裡面 就是 你拿到之後 把它附加上去 有些甚至 毀天滅地 可能都有可能這樣 就是 就是 有些反而是 要盡量拼出這些 什麼奇蹟還有那些 一些什麼閃光特效啊 這樣 還有那個什麼裝備要一直開開開開開 這樣子 就是 那個都是影響過關的關鍵 所以 有些特性都要去搞出來 像剛剛那個什麼磨殺吧 後來才想到 啊原來那個是那個 開裝備 不然我老早就選了 就是有一些真的要弄懂 那 不過是可以玩啦 大概但是不推薦吧 因為 這種都是痛苦居多 然後收穫很少 有時候拼了一口氣對不對 好不容易打到後面 就像我們那樣吧 最後被一個那個 一個更多的血量 然後你就發現我打他 就跟一個 小孩子在跟一個巨人打架一樣 怎麼突然我怎麼變那麼弱這樣 因為 你的傷害就是 到下一個階段就是爛這樣 好啦 但如果你真的有想要玩一下 或者是想要被 玩這款被欺負一下的話 現在三十幾塊吧 然後特價也快要結束了 就是 早點買吧 也許可以 就是打吧一下時間 這樣 好啦 那就今天就開到這了啦 收台休息 就這樣掰啦 我看會不會 短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